我们是场上所见到的评估 其实是个狠人 它的生长需要弹 为此它在根部长出一个充满毒素的圈套 它会又捕小虫落入圈套 当小虫经过时 它会突然收紧将它套牢 然后吸收它的养分 这是菌类显有人知的一面 我们在菌类上得到更直观的食慧食吃 不过有些蘑菇是不能乱吃的 它可以让人们肝肾衰竭甚至死亡 不知道为何他们进化出这样的毒性 我们找来阔于先生做实验 上面分别摆上有毒的核无毒的几种蘑菇 鸡肠碌碌的阔于先生爬了两圈 分别尝了几口后他选择了硫磺菌 这种蘑菇又苦又毒 但阔于吃的却津津有味 为此让人不由的有些困惑 可能有些蘑菇们只是不想被水煮 所以只对人类有毒 又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 真菌除了在自然界被当作食物 也是自然界中最勤劳的清洁工 他们无处不在 甚至每次呼吸都可能吸进几个包子 我们日常看似光鲜亮丽的食物种 基本都会带有这些辅生真菌 在实际成熟后 它们会降解这些有机物 把纤维或者其他大分子物质 统统转化成有力吸收的小分子 它们是极其高效的清洞服 甚至能够分解石油 曾有人在石油垃圾上放了一些菌丝 结果几周后 袋子里便长了两公斤的品固 我们还会利用真菌制造一些材料 将简单的植物纤维粉碎 然后放进模具中 只需要放入菌丝让它慢慢生长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菌丝会将这些纤维分解连接 经过塑形后 我们就得到了坚固有绿色的材料 这些材料比泡沫要环保得多 另外 真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还扮演着许多重要角色 酒精的酿造 馒头的制作等等都需要它的参与 而且它们的历史 要远比我们人类古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